四字六解 习题第十题 被积分难数呢 是长成这样子 s3次方乘以 根号s4次方加1分之1 s3次方乘以 根号s4次方加1分之1 被积分难数 就这个的不定积分 那这个不定积分呢 你要知道 这有根号 而且分子是1 不是根号里面的答案数 所以这不能用 简单的变数变化来做 不能简单的变数 那这个呢 是用三角带换 你要知道 a呢是多少 a呢是1 u呢是x平方 要记得 不是x四次方也不是x 所以我们要知道 a呢是等于 a呢是等于1 u呢是x平方 u呢是x平方 所以你要知道 是三角带的第二类型 所以我们要认 a十平方 a十平方u呢等于a tangc a是等于1 u呢是x平方 那两边微分 a十平方的微分是2sdx tang的答案数是second平方 微分补个dc 微分补个dc 那这个功力过到这样就可以省略了 功力过这样就可以省略了 自己系数要除过来 那根号处理一下 a十四方加1开根号会等于 a十四方开根号会等于 a十四方就这个平方 a十四方就等于天前平方 那天前平方加1呢是second平方 那根号去掉是加结率值 那sita是落在一四向线 sita是落在一四向线 所以呢结率值值就拆掉了 就是人家secondsita 那给它带回去 带回去 你要知道 a十四 a十四次dx a十四次dx a十四次dx呢 是二分之一second平方dc的 所以你要补一个a十四次dx 你要补一个a十四次dx 所以分子分母乘以a十四 分子分母乘以a十四 我们要补一个a十四次dx 为什么补一个a十四次dx 我们是在这里 所以分子分母本来是三次方 分子分母乘以a十四 所以这边变四次方 这边变四次方 这边变四次方 要把它搞清楚 这边变四次方 四次方 这边把它套进去 套进去 给它套进去 给它套进去 那你看一下 s四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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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四次方是这个的平方 是tangent的平方 就变成tangent的平方 过来 减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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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成在这里 是secondc 减后呢 处理成secondc 那剩下就是sdx sdx 这边sdx sdx等于二分之一 记得要系数出过来 二分之一 second平方dc 二分之一 second平方dc 就把它套进去 原来变数s呢 转换成c 这是变数变化的一种 变数变化的一种 那整理 整理 second呢 消去一个 父母就没有second了 整理的话 把二分之一丢到外面来 父母second消去第二 还有tangent tangent的平方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second secondc dc 变成这个 我们继续往下看 整理以后就变成这个 二分之一被不要漏掉了 二分之一被不要漏掉了 剩下这个的不定积分 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怎么做 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怎么做 这个呢 又可以单独考一个题目 又可以单独考一个题目 所以这个不定积分呢 我们就是把它变成sinecos 把它变成cos 三个cos second 是cos的导数 tangent tangent在分母变成corteng corte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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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猜成两个 3的平满变成1分之1 3分之cos 那1分之1是cosecond 那3分之cos呢是corteng 就变成corteng成corteng的不定积分 corteng成corteng的不定积分 corteng成corteng的不定积分 那1分之1被不要漏掉了 2分之1被不要漏掉了 那corteng成corteng的不定积分呢 是-corteng 前面有2分之1 是-2分之1cortengc再加c -1分之1cortengcorteng再加c 那要写化三角函数 化三角形 化三角形 我们的tangentcorteng呢 是1分之x平方 1分之x平方 tangenteng呢是1分之x平方 那利用b式定理 斜边呢是根号x2再加1 那这个corteng corteng呢是3的导数 3呢是斜边分之对边 那导数呢是对边分之斜边 对边分之斜边 所以呢corteng呢是s平方分之 根号s四十方再加1 那前面还有个-1分之1 前面呢还有个-1分之1 给它套进去 直接写答案也可以 这个没有直接写答案 再把它浓缩 把它浓缩 这-2分之1被不要漏掉了 所以最后面写个答案 写个答案 是等于2s平方分之负 根号s四十方再加1 再加个基本常数c 以后呢 这项可以省略了 这项可以省略了 直接把2分之1称到里面去 那corteng corteng呢是3的导数 3是斜边分之对边 那导数呢是对边分之斜边 把它翻过来 所以corteng是s平方分之 s平方分之根号s四十方再加1 那做总整理写这当答案 写这当答案 这是我们四字六节 写起第十题